唐玄宗深爱的两位美人,此女比杨贵妃更美,才情更是美的比,唐代玄宗后宫中有两位美人,在史书后世中,最为出名,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杨玉环杨贵妃,另一位是梅妃江彩凭两人性格迥异,梅妃其人是比较典型的知性美人,高雅清丽宛如梅花一般,自从玄宗将她收入后宫之后,便想将这位才情非凡的美人, 带到兄弟家宴上炫耀一番,据说某一天,她特别在宫中设宴招待诸位王室兄弟,推杯幻展之间,便说起梅妃的才情玄宗,向朱王称在梅妃不仅会吹白玉笛,还能跳一曲惊鸿舞梅妃听到皇上都已经这样说了,便知道自己必须下桌来表演一番才艺,这才能圆满皇上的面子,她先是拿出自己的白玉笛即兴吹奏了一曲,只听那笛声, 婉转悠扬,并不自身归女子那样扭尼做太险的小家子气,而是像一位颇有才华的才子兄中有大志,像这也和梅妃的个人经历有关,她自小出身于大户人家,将是年仅九岁便能赎诵诗三百中多不诗文,长大后还经常显诗作父,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才女一曲吹吧,梅妃又跳起了她最擅长的惊鸿舞, 只见一个天仙二的美人在大殿中央缓缓起舞,长袖飘忽轻回访若惊飞的红艳一般深思绰约美人面容又如梅花,一样浪漫高洁,一时之间仿佛梅花仙子夏凡一般宴会上的诸位亲王贵族都,看得如痴如醉沉迷,在了梅妃翩翩, 的舞姿之中等一支舞跳完,玄宗便命梅妃取出金斩,为诸王珍上美酒,当家世,一位一位珍酒正巧走到薛王面前时,她还沉醉在刚刚美人的敌音和舞蹈之中,此时见美人离自己如此之近,竟然把脚伸出来,勾住了梅妃的仙仙玉族不放妄图形不轨之举正当此时,梅妃知道自己必须要保持镇定,不能做出惊慌之举, 更不能失了一态的大叫,因为这样被诸王看去只会看了皇家的笑话打得是皇上的脸面,他不动声色的使劲挣脱了薛王的纠缠躲入梅阁,再也没有出现在宴会之上,玄宗慢慢察觉到了不对劲,带招带完宾客后,便向身边太监询问,为何娘娘不辞而别,可是出了什么事情? 左右眉飞的宫女答道,娘娘刚刚跳舞的时候舞鞋上的珍珠掉了等娘娘换双鞋子就来 但是过了一会儿,玄宗还是左等右等不见人,来惶想,再次传照 她她派人回复说,圣上体量娘娘跳完舞后体力不支,感到身体不适,不能前来服侍陛下请允许休息 话说到此处玄宗也没有办法强行要僵侍,前来只是没了美人助兴的宴会 顿时兴致缺缺,直到第二天醉酒的薛王,终于睡了一大觉醒了酒 他回过神来想到了昨夜宴席上,自己的荒诞之举顿时心中一跳 自己可是想要轻薄皇上的女人,这是大逆步 道得罪名他身怕没飞,已间先他一步向皇上摒名此事他匆匆前往皇宫 喊肉贵行来到玄宗面前,向他自首请罪薛王说道 承蒙皇上昨日赐宴,然而我不胜酒力恍惚间,竟然无处 皇嫂诸吕此乃不敬之罪请皇上责罚 但臣下本来是无心之举望您念在我们兄弟之情的份上饶恕 我这一次薛王态度如此诚恳玄宗便也宽容了他事后皇帝回宫 他望梅飞说道此事,梅飞深知玄宗是一个非常重 手足之情的人不愿因此事而让他们兄弟感情有了隔阂 仍然极力否认此事玄宗 见他如此,为自己着想,知道自己重视兄弟关系 便宁愿一个人,受委屈,也不愿向自己告状 心中既是敬佩他一介身工女子,有如此想法 二来,也是是爱重他如此贴心的为自己着想 对他的宠爱之情便要多加了几分